12下午1點30分 有自小客車違規行駛汽車道 遭到遠景攔查 加速逃逸 在沒有剎車情況之下 還拉開車門汽車入荒頭 導致車你看到繼續滑行擦撞 而至於駕駛帶逃逸的過程 還把手上的毒品趕快往旁邊來丟 但是還是被壓制帶回偵辦 交給趙培宇 社主播畫面中我們可以看到 一輛白色轎車衝入巷弄內 接著駕駛竟拉開車門跳下車 完全不顧車輛未排空檔 整輛車就直直滑行 撞到別台車子的尾部才停了下來 而駕駛在逃逸過程中 還丟棄掉手上的毒品 警方脊椎在後將它壓制在地 10日下午1點半左右 桃園警方巡邏於文中路時 發現自小客車違規行駛機車道 準備攔停勸道 不了駕駛竟突然加速衝入巷弄內 汽車逃逸 導致整輛車繼續往前行駛 擦撞到其他車子 而他甚至還邊跑邊 將手中裝有毒品的盒子 丟入一旁社區內 最後遠景將他壓制在地 並呼叫警力支援 才成功將他逮捕歸案 全一反一請桃園地檢署 進行偵辦 以上最新主播 台中路公共自行車 從原本1.0提升到2.0 但民眾直擊 您看到在公共自行車的i-bike站 被阿嬤當成了健身房 直接在這邊練有氧飛輪 您看到這位是戴著白色帽子 還有穿上紫色上衣的阿嬤 在這邊空彩 好像是在訓練角力一樣 旁邊的看護也放任這樣的行為 坐在輪椅上來觀看 讓人也擔心說 是不是會造成車體的損壞 來影響下一位使用者的權益呢 市府交通局就建議 廠商應該派人來巡檢 也建議要設立告示牌 避免錯誤使用 再看到高雄民眾騎車上路 前方機車後座乘客 為了拿披薩倒坐在機車上 好就是畫面上 你看到就這麼倒著坐 其實一路是跟他四目相接 真的很尷尬 而另外在台北淡水區外送員 展現了水溝蓋跑法 遇到路人閃避不及當場撞翻 騎車上路順向而行 這時發現跟右側一名騎士面對面 難道是逆向了嗎 再仔細一看 對方手上還抱著一大片披薩 原來這位後座乘客 異想天開戴上安全帽 倒坐在機車後座 雙手捧著披薩 雙腳緊緊夾住車身 一路跟後方駕駛尬面對面 一名網友10號下午5點24分左右 行進高雄五銀路和五人街口時 不巧住這樣和這位捧著披薩的民眾 四目交接 看到這一幕直接笑風 將行車記錄器放上網分享 網友鬥出的留言表示 後面那個笑到你心裡發喊一路對視 披薩不吹到風才能哈到家 我以為是背對背擁抱的 原來是送Uber E 另外位在淡水區中正東路 一名外送人展現水溝蓋跑法 從右側外線到超車時 一位路人突然從人行道走出 外送人傻車不及應聲撞上 這位路人近毫髮無傷的從地面站起 上前去關心前方倒在地上的外送人 看到這段影片網友也搞笑的說 最近鬼門剛開 那行人是孤魂野鬼嗎 路人疑似想穿越馬路 結果被機車的水溝蓋跑法撞倒了 還有網友離體表示 懷念淡水的中正東路夕陽 不過騎車上路三保 白白款民眾行車在外時 還是得注意自身安全 記者綜合報導 桃園有位張姓女子開車 停在南投服務區 當時她在擦護手聲 把這個婚件呢 把下來放在腿上 下車之後掉了沒注意 事後想起來她人 到了苗栗趕快報警 但是天色昏暗 這圓警冒雨來幫忙掉入監視器 發現是被一名男子給找到 經過70個小時 戒指找到了 她非常感動 說這名牌婚戒要價11萬元 亦非凡也感謝警方幫忙 同時呢也包了一個紅包 給識貨的男子表達謝意 服務區外頭天色昏暗 遠景開手電筒 淋雨尋找物品 小時候因為剛掉 所以我們就 對 又開回來 蛤 又開回來 女子心急如焚 因為寶貝婚戒掉了 急得都快哭出來 乾淨從苗栗折返回南投 遺失的是要價11萬元的名牌婚戒 3號當天張小姐從屏東開車回桃園 中途停靠南投服務區 當時擦護手霜 拔下婚戒放在腿上 下車後掉了沒注意到 香氣時已經到苗栗立刻報警 警方調閱監視器 發現被一名男子識貨 經過72小時 終於找到了這枚婚戒 看一下 我真的太感謝你 沒有那個 我跟你講那種 好不容易找回戒指 張小姐又緊又寫 立刻包給男子大紅包 表達謝意 因為這婚戒對她而言意義重大 去抓這個分鐘數的車道 然後再對下一個分鐘進的車道 有沒有可能可以照得到 前幾天雨不是就是超大的嗎 所以其實機會非常渺茫 因為我的戒指可能就是這麼一點點 感謝遠景幫忙 讓戒指重回身邊 未來她可會多多注意 不讓戒指再從手上溜走 記者曾偉翔黃祥富王百英 南投資訪報導 台中市區的時候 下午下了大雨 傳出不少災情 還有民眾拍相 有賣湯米的老闆 在風雨當中不斷的場景 當時準備擺攤 但是雨下個不停 開傘瞬間 這個傘呢 被狂風暴雨給吹斷 為了收傘 又不斷的掙扎 僅僅40分鐘 整個人凌晨落湯機 十分狼狽 大雨強灌而下 屠城路夜市空地 一把被吹斷的雨傘 承受了狂風暴雨 散步被吹到變形 這時傘的側面出現了一個人影 她是賣蔥油餅的老闆 本來要到夜市白灘 卻遇上了瀑布性的大雨 想打開雨傘的瞬間 傘斷了被吹到角落 老闆在狂風暴雨中搏鬥 跪地溫住身區收傘 被散步打臉 凌晨落湯機 昨天就風很大啊 沒辦法啊 雨傘就斷掉了 那不是紅胎 那是一種全紅吧 從二餅店的老闆 還沒擺攤 就先做了健身運動 健身器材還斷了 艱辛的收傘過程 被民眾錄下直說 這輩子沒看過這麼慘的狀況 實際回到現場 正好碰上老闆回去收拾殘骸 淋雨淋得多久 大概有三四十分吧 不然如果放著 就會吹到路上 就會砸到人 這一陣的狂風暴雨 在台中大理太平 與亮東平均有破五十毫米 大理的黃河路一斷 路數還被強風吹斷 警方冒雨清理 另外太平的馬路變小河 大十字路口嚴重積水 山區的小路更是蒸飄被水淹沒 土紅色的泥水滾滾而下 機車騎士涉水通過 現象完升 幸好水退得快 沒有造成重大災情 在臺灣北章景城台中採訪報導